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診室 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輪源投顧 顏一鳴 顏老師 老師好 投資朋友大家好 當然今天的台股是下跌 柴瑩剛剛問了顏老師一個問題 這個台股的話 投資人現在可能是比較恐慌 對 因為川普就失控了 他又亂講話了 讓大家都對中美貿易戰增添了很多疑慮 那這樣子台股盤中也是大跌兩百多點 那老師你覺得投資人該如何來掌控局勢呢 好 當然目前為止的話 投資人心情上面可能是比較沉重 但是顏老師在那邊先要呼籲一下 這個大盤拉回 這個拉回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我們之前看到所謂的美國總統川普當選之後 這個美股就在所謂的相對的一個低點 從那次之後的話就是一路大漲 那為什麼會造成說 我們看到川普好像在發言的時候 就會造成所謂的國際股市的一個動盪 甚至台股的一個下跌 但是這個事情過了之後反而怎麼樣 這個行情 會立即性的一個大漲 這個代表說目前為止川普的一個發言 雖然他是站在所謂的美國本土主義貿易戰 他積極的出手 他就是想要拖延 這個所謂中國大陸目前為止一帶一路 把經濟成長的一個所謂的速度 所以說他無所不用其極的 不然說話好 趕快亂發個Twitter講一講發一發 反正這個禮拜的話本來預計嘛 他跟所謂的中國的一個代表 這個劉鶴的話就要準備進行會談 我們大家所看到的就是這個結果 但是他在臨行之前突然出招了 將所謂的200億 這個所謂的美國這個一個關稅的話 要調漲成為所謂的25% 那在這個所謂的利空的一個衝擊之下 台股今天他是屬於一個巨量長黑 那巨量長黑的話 在所謂的高檔區投資人 他可能會害怕 但是月線的部分的話 他是有進行所謂的防守 那如果說這個利空出境之後 中國跟美國 他回到所謂的貿易談判的一個所謂正軌之後 再加上未來 我們看到所謂4月份的一個業績財報出籠之後 我相信台股的話會回到所謂的正常的軌道 那看到所謂的稻窮部分 包含納斯達克 包含所謂的費半指數目前為止 美股的部分都是持續的在上漲 但是我們看到所謂的國際性的一個利空消息 他並沒有衝擊到所謂的黃金的一個市場 那如果說真的是一個利空消息的話 黃金的一個價格 可能會在這一兩天之內 他暴漲的速度會非常快 但是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代表這個利空 他就是一個假消息 那可是這個消息 煙霧帶 這個消息的確衝擊到所謂的台股 所以今天造成200點的一個下跌 但是我個人的判斷 這個行情回檔修正 大概不超過三個交易日 如果說你能夠積極的操作 在這三個交易日之內 看到所謂的台股有些修正已經結束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反而要怎麼樣 反而要努力的買 用力的買 大力的買 我認為的話 這個才是投資人 在目前為止 這股票市場裡面 這個要去做的事情 當然彩雲剛剛太偶講 投資人非常擔心 我認為上漲你也會擔心對不對 漲太多了 你沒有買空手對不對 那跌下來的時候 你又在擔心會不會繼續往下跌 其實上漲下跌都是投資人他比較擔心的 但是你要把 這個股票市場裡面漲或是跌 你要把它放在一邊 積極的去尋找目前為止 有那種底部起漲的 我們看今天的大力光有沒有跌 沒有跌 他業績財報就是支撐所謂的股價 看到所謂3706的核心控 5G乾年股的 他有沒有跌 他也沒有跌 那包含所謂的台虹的部分 8039的台虹 他也是所謂外資 買超目前為止滿檔的一檔股票 我相信這三檔股票代表怎麼樣 代表PCB 代表蘋果未來的一個所謂的方向 那大力光的部分代表什麼 三大法人他的一個態度 那這些股票 他代表的意義上面投資人一定要注意 不是說今天看到所謂台股跌 心情非常糟 這個大盤 我認為大概是經過兩天到三天的一個整理 後面反而怎麼樣會有大行情出現 那我個人預估 這個行情 這個剛剛彩銀他有稍微問一下 我認為5月份的行情 他就是屬於先蹲後跳 先蹲後跳行情要特別注意 跌下來的時候你要敢買 你要買在所謂的大盤多頭的一個支撐 這個支撐點的話 距離今天的收盤價 好大概就只有200點 如果說你看得懂所謂的技術分析 這個所謂的線型的時候 在月線的部分的話 一定會進行所謂的多頭的一個抵抗 那多方的格局裡面 遇到所謂的多頭的一個抵抗的話 短線上面的話 他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買點 是 感謝雅老師精彩的分析 相信大家聽得意猶未盡 還想知道更多個股的最新消息 以及相關資訊 如果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話 可以加入雅老師的Light 也持續收看 財經集也是 下次見 拜拜 拜拜